事实上我们觉得关于日本右翼那些特别极端的说法 什么说中国的一个轰炸机舰艇 包括无人机穿越宫古水道 是意味着中国展露要攻占宫古岛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完全不值得一搏 对吧 完全就是子虚物有的事 但是恰恰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分析 就是我们为什么咱们的军舰也好 飞机也好 一定要穿越宫古水道 是吧 完成例行的训练也好 或者进入到西太平洋也好 为什么一定要过 确实你所说 刚才所谓日本右翼的这种抱的这种什么中国海军要攻占宫古岛 确实真的是不值一搏 咱们这么说 不到真打起仗来的时候 真是战火连天的时候 谁会去攻占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岛屿 毕竟现在是那块地方是你的地方 那么它毕竟不像钓鱼岛这样一个性质 所以平时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 到了战时真到打起来的时候 那是一个宫古岛 一个小小宫古岛的问题 所以真的是不值一搏 但是为什么还要过去 既然对这个地方没有企图 为什么还要过去 因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借用网上的一句 大家可以细网上经常流传的一句话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我们的目标是蓝水 是远洋 我们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我们不能让岛链把我们封堵在西北太平洋之外 我们不出岛链 我们不是个太平洋国家 我们是个外太平洋国家 我们被整个第一岛链堵在太平洋外面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出岛链 一定要挺进大洋到浩瀚的西太平洋去施展我们的手脚 去培养我们的远洋力量 去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要出岛链 这就是为什么要出工链 不管是海军的水面舰艇潜艇还是海军的飞机还是空军的作战力量还是空军的飞机 不管你是作战飞机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预警机侦察机这种还是大型的轰炸机 我们必须要出去 这是一个综合的出岛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刚才前面我们讲过了 在要出岛链的几条通道之中 显然那么处于大禹海峡 宫谷水道 巴士海峡这几条主要通道之中 那么在中间宫谷水道 刚才我们一开始分析过了它重要的位置或者说重要的价值所在 那么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海空力量更多的在宫谷水道来展示我们或者说训练 我们通过这个水道突破岛链封锁进入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进行这样一个训练 展示这样一个能力 应该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一件事情 那么最后说一句 这一点与任何国家没有关系 我们不针对任何国家 如果你一定要对号入座的话 那是你的问题 毕竟我们没有进入任何国家的领海 也没有任何国家的领空 我从你上面通过 所以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无关 好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还是非常关心钓鱼岛的局势 根据我们现在大屏幕上的画面 这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 咱们中国的海警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 在海上 你看现在双方一对一的定价齐渠 这表明目前在我们的钓鱼岛的周边的海域 包括钓鱼岛的态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确实是 这张图应该说我现在咱们打平了看这张图 我看起来我是觉得感慨万千 为什么这么说 有几个反差 大家可以想想当年那些苦日子 我们当年在钓鱼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此前某种程度上是日方应该说某种程度它的单独的管控 我们的船不管是官船还是民船 进去一次会收到什么样 大家经常看那种夹击 靠帮 那种极拟的航线那种镜头 现在大家看像你说的一对一 编队对编队 以前是海间对他的海宝 余政对他的海宝 现在是海警对海宝 都是颈对颈 那么一对一在这样一个海域 而且不是没有进去 就是在钓鱼岛海域已经进了十二海里在这进行巡航 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反差有多大 当年进去一对一个单独的进 受人家的加板器 现在是我们边对边对的进 一对一的跟你对质 当年是某种程度上人家单方管控 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长时间的交叉共管 那么这样的结果继续熬下去 继续扛下去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我想这个前景大家都是想得到的